第六章 末日来临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有钱的捧个剪场 有人的捧个人场 大家多多的收藏和订阅 这是我继续落下去的动力 江流时也不知道灾难具体来临的时间 甚至不知道病毒爆发之后 究竟会是怎样一路情形 不过他知道 那种病毒从涌动层里被发现的那一刻 他就已经复苏了 这种病毒不仅具有超强的感染性 它已经悄无声息地蔓延了整个世界 而且其危险性更是超越了世界上所有病毒的总和 它会在潜伏一段时间之后迅速爆发 就像引爆了联网的炸弹一样 滴滴滴 一阵铃声忽然响起 让神经紧绷的江流时顿时一个机灵 他反应了过来不是别的 是自己的手机在想 江流时赶忙接起了电话 他看了一眼来电 是李雨昕 喂 我现在马上过去 你千万记得 在家呀 哪都不要去 他担心李雨昕并没有完全听自己的话 如果现在打着通电话来的 是告诉他他要爽约了 那就糟了 江流时 对不起 我马上就走了 李雨昕声音传来 他刚才说了一句 江流时心就猛然的下沉 走 去哪儿 李雨昕 你听我说 你必须留在家里 反送好房间人们 这关系道 江流时连忙说道 江流时 你听好 你仔细听我说 李雨昕像是完全没有再听江流时说话一样 打断了他的话 他的语气更是凝重 像是要说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一样 你可能绝对难以置信 但是世界末日马上就要来了 可能就是这几天的事情了 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 现在车就在外面等着 我必须马上走了 你要先保证自己的安全 然后到深北高速入口 军队就在那里 你来了之后 他们应该会带你一起去深海安全岛 李雨昕压低的声音非常快速地说着 记得呀 你一定要在今天之内赶紧高速入口 那里有军队 他们会保护民主力撤离的 这时电话那头传来了催促的喊声 李雨昕只能匆匆忙忙地说道 江流时 你一定要记得呀 我不是开玩笑的 接着 李雨昕就挂断了电话 听通里只剩下了一阵急促的盲音 然后便恢复了安静 江流时拿了手机 一时间没有放下手臂 果然撤离已经开始了 深海安全岛 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对于李雨昕的举动 江流时心中还是有些感激的 虽然她还是应该惦记着今天要去她家 所以才特地打电话来 她跟宗田一样还是那么善良 但是李雨昕即便是带走 被带走了 那也不是最安全的 江流时知道病毒已经扩散了 整个人类的科学家恐怖恐怕都是在病毒扩散之后才猛然发现这种病毒存在的 这超级病毒的发病期并不是很长 在这极短的时间之内科学家们从研究出少量的成果到推理出世界末日的存在又过去了大量的时间 在人类的高层隔之末日很可能爆发的时候 他们所拥有的部署时间已经相对很少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们完全不可能拯救全人类 唯一可以做到的就是保住人类的精英 在世界各地建立安全岛 保证人类的繁衍 但是在上个安全岛之前 那必然要经历一场清晰和隔离 或许现在即便是人类的科学家们也不敢太相信他们推理出来的结果 以至于各大政府还不敢采取泯灭人性的极端措施 但是一旦他们真的看到了末日的残酷 看到这种超级病菌的可怕 那么他们采取的手段将会变得无比血腥 在江流石和李雨昕的通话之中 那两名拿了钱的班运工正在不远处抽着烟休息 并不时将视线投向了江流石的中发车 两人在议论着 这车 这状况 真是吊炸天哪 有钱人的玩意儿就是不一样 这要是垃圾的美女一起环游世界 那叫一个爽 两个搬家的兄弟咋巴着嘴 似乎已经在幻想自己开的这辆房车 带着美女绕出去旅游了 白天的风景晚上啪啪啪 饿了有厨房 脏了有厨余 还能洗鸳鸯欲 哼 能不爽啊 但是就在这样的幻想之中 一个搬家的兄弟突然出现了一阵晕厥 脸上浮现出了一种不正常的嘲讽 险些摔倒 哟 哥们 咋了 另一个人马上上来扶了一把 没事 那个人吸引推开另外一个人揣扶的手 很快恢复了过来 我能咋了 哥们的身体你要不是不知道 这人说着还垂着自己的胸口 他的胸口都是结实的肌肉 呵呵 我看你是昨晚撸多了 今天又四春了吧 这一下虚了吧 两个人调笑起来 一下子昏段子满天飞 但是就在不远处 江流石默默地看着这一幕 他并没有半点想笑的感觉 反而觉得一股寒气从背后慢慢地升起 他知道这种晕厥 只是病毒爆发前奏罢了 距离末日的来临 恐怕已经不到一小时了 那个搬运工还在像没事人似的 和另外一个人聊着天 江流石坐在车内看着他们 目光微微发冷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什么也做不了 让他开车撞死这个搬运工 他做不来 而且一旦他这么做了 就会立刻严谨骚乱 在不知道末世爆发的 准确时间的情况下 他会这么做 会让自己陷于极大的危险之中 别说是江流石 连政府都做不了什么 在短短的一两个小时之后 政府注定会爆发一场浩劫 两个搬运工 似乎暂时没有生意 开始坐下 在树烟底下抽烟 江流石看了一眼时间 现在是下午1点20分 他在默默的等待着 末世爆发之时 世界上每一个人都会出现强烈的免疫反应 包括江流石自己 因为他们全部都已经感染了病毒 不同的是 在免疫反应之后 一部分扛住了病毒的人 另外一部分则是被感染成了怪物 时间流逝 江流石双手紧握着方向盘 手心里慢慢的浸出了一丝冷汗 他频频看向手表 时间已经接近两点 两点半 两点四十 慢慢的 也许因为太过专注 江流石看到表牌上的指针 已经出现了重影 这重影越来越严重 连带着表盘都在江流石的面前 出现了好几个 这是 江流石心中一灵 头脑之中立刻出现了一阵严重的晕厥 碰 他感觉额头一瞳 似乎重重的刻在了方向盘上 而与此同时 强烈的头痛感如同潮水一般袭来 来了 终于来了 病毒爆发了 江流石知道自己最终会扛阔这场病毒的爆发 但即便是如此 这难痛的 这疼痛的难忍的感觉 还是让他几乎晕厥 而同一时间 在世界各地同样的一幕 爆发在每一个人身上 头痛 幻觉 抽搐 鼻血 晕厥 每一个人的反应都有一些区别 但无一例外的 每一个人都十分痛苦 尤其是那些扛不住病毒感染的 开始变异的人 更是痛苦到了骨髓 很多人 发出惨叫 而这惨叫之声 吓着从他们的废枪直接爆发出的声音 不似人类 反而如此野兽一般嘶吼 砰砰砰 在高速路上 车辆装在一起 发生了连环撞车 几百辆车 上千辆车追尾 小汽车被大货车挤成了铁柄 司机惨死 也有司机在痛苦来临之时 本能地踩下了刹车 刺耳的刹车声划破了天空 汽车爆炸 滚滚的浓烟蔓延上天空 在城市之中 各种工厂里 也有人们同时抽搐 失去意识 而事故频发 有人惨死 有人在火灾现场 自动感应的火灾 暴警划破了天界 事故遍地 死者无数 将自由降流时 此时已经处于 神志模糊的状态 他隐隐约约 可以听到这些嘈杂的声音 但是他却分辨不出来 这些到底是什么 幻觉在他脑海之中 不断的闪过 他好像突然回到了儿时 看到了父母都在的时候 跟妹妹欢聚一堂 看到了自己生日之时 母亲精心准备了蛋糕 到后来 他甚至看到了自己成家立业 与妻儿其乐融融的情景 而那妻子 竟然有些李雨昕的样子 她沉浸在了幻想之中 不知多久 在某一刻 她突然醒来 她猛人地睁开了眼睛 这才发现 她的头发 衣服 都被汗水湿透了 她依旧紧紧地握着方向盘 手指因为过度用力 而变得发白 发麻了 车门 车窗都锁得死死的 她感觉自己 好像虚脱了一般 无比的疲惫 她大口地喘息着 看了一眼窗外 突然心中一沉 车外 天已经变了 方言四周 一片雾蒙蒙 像是一层雾霾笼罩在这里 楼房 街道 都在雾霾的笼罩之下 变得隐隐约约 天色浑暗 周围的一切都变得灰芽芽的 看上去十分的压抑 隐隐的 有些嘈杂的警报 从远处传来 刺激的江流石的耳膜 让她感觉有些烦躁 看了一眼 手上的手表 三点五十分 日期 依旧是 自己只昏迷了一个小时 但是感觉起来 就好像过了几年一样 这一刻 江流石知道 这该死的末世 终于降临了 从今天起 她就要开着这辆车 为生存而奔跑 深吸了一口气 江流石 发动了车子 出发 感谢观看